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 在选购相机存储卡时 总是被包装上各式各样的标识迷惑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SD, CFast, XQD, CFexpress 这些不同类型的存储卡分别指什么 还有Type-A,Type-B等 不同类型又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只要了解存储卡的发展过程 就能明白以上问题 读懂市面上大部分存储卡的标识 帮助我们为不同的存储设备 选购合适自己的存储卡 那么欢迎收看这期黑造影记 我是卡尔 现在就让我们来进入正题 1980年 任职东芝的传钢富士雄 发明了最早的快闪存储器 8年后的1988年 富士推出了首个把数据存储到 半导体记忆卡的相机DSEP 这台相机的存储戒指 是由东芝出品 仅有2兆字节 可以存放5到10张照片 反归我们现在的存储卡 128G已经成为了非常常见的容量 就算使用最大容量的RAW格式拍摄 也能轻松存储一两千张照片 甚至更多 在这几十年的存储卡发展过程中 相机主流的存储媒介也在不断进步 其中SD和CF两大家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SD和CF的发展历史 1994年 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存储戒指被发明了 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CF卡 CF全称Compact Flash 最早的CF卡是由闪迪公司定义规范和生产的 1995年 多个公司成立了Compact Flash Association 也就是CF协会 以此来制定闪存卡的行业标准 而后的CFAST XQD 和CF Express行业标准 也由CF协会所制定并推行 Compact Flash使用的是Pata接口 这种接口也常被用于以前的家庭电脑上的硬盘 在数码单盘时代早期 尼康和佳能等 数码相机大量采用了Compact Flash卡 来当作存储戒指 Compact Flash可分为Type1型或者Type2型 这两者之间主要是厚度上有差别 因为较薄的Type1型在兼容性上更有优势 也变成为了主流 比如Nikon D700 究竟支持Type1型CF卡 Compact Flash最后一代标准为6.0 它的标准理论最高速度 也被定格在了167兆字节每秒 值得一提的是 由IBM和日立公司推出的MicroDrive 迷你一英寸硬盘 也同样采用了Compact Flash Type2的接口和尺寸设计 因此 早期很多支持Compact Flash Type2的机器 也可以使用MicroDrive MicroDrive早期凭借容量优势 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是2006年后 随着闪存技术和容量上升 逐渐带出了人们的视野 ZFAST 全称Compact Fast 首次问世是在2009年 在物理和电器性质都与之前的Compact Flash不同 所以卡槽无法混参兼容 这次 ZFAST不再使用PATA接口 而使用较为先进的SATA接口 因此理论最高速度可以来到SATA3标准的600M字节每秒 当时被广泛运用在了视频相机的存储上 列如Blackmagic Design的USA电影机和佳能的XC10 同时期的DSLR因为没有电影机那么大的带宽需求 所以更多的还是采用SD卡或者Compact Flash卡 就算在当时看来已经极为高速的传输速度 也经历不了几年时间的考验 随着影视照片制作规格不断攀升 ZFAST到了2017年后 已经逐渐失去了性能优势 从而开始被更高规格或者更小尺寸的产品所替代 2010年 闪迪、索尼和尼康一起推出了XQD标准 使用的是PCI通道进行数据交换 世界第一张XQD卡于2012年由索尼发布 宣称有125兆次节每秒的读写速度 XQD最早被宁康D4相机所支持 之后也运用于索尼Z100这类电影机上 XQD规格在2.0标准中支持到了PCI Express 3.0 理论最高速度来到了1GB每秒 到了2016年 CF协会推出了XQD的继任者CF Express CF Express的其中一种类型Type B 与XQD的尺寸相同 而且都使用的是PCIe通道 因此是允许一个卡槽同时兼容两种类型的卡的 比如 尼康Z7和Z6发布时支持XQD 但是在后期固件更新后 直接支持使用CF Express Type B记忆卡 正因为这种兼容性 XQD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被CF Express规格所替代了 CF Express有时候也会称它为CF1卡 和XQD一样都使用的是PCIe 3.0接口 其标准由CF协会于2016年推出 也是目前最新且拥有广泛的存储卡类型之一 例如Sony FX3 Nikon Z9 佳能R5等机器都采用了CF Express 值得注意的是 CF Express标准目前有三种不同尺寸 分别为A B C三型 虽然都为PCIe 3.0接口 但是通道数量并不一样 A B C分别对应了单通道 双通道和四通道 理论最高速度也分别对应了 1 2 4 GB每秒 其外形尺寸也呈递进关系 A最小 C最大 物理尺寸上三者不能插入同一插槽 但是小号的A型是可以套壳 来转接到比它更大的B型卡槽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 C型卡目前为止 还并没有厂商正式推出过 但是在未来 可能可以看到它实装在专业机器中 SD全程是Secure Digital 由闪迪、松下、东芝 在1999年一起推向市场 用来取代之前的多媒体存储卡 而后在2000年成立了SD协会 2004年 小号的SD卡MicroSD卡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TF卡问世 主要是为了解决移动电话 和小型设备的存储需求 TF卡只需要被动卡套 即可转换成正常的SD卡使用 这样一来 通红性得到了提高 转换成本也是极低的 这也是为什么经常购买TF卡时 常常会收到加赠的卡套 最早的SD和MicroSD 其最高容量仅仅只有2GB 到了2006年 SDHC型号问世 最高容量达到了32GB 随后2009年发布了SDXC标准 最大已经达到了2T 而最具前瞻性的新标准 SDUC标准 也已经在2018年推出 其最高容量也来到了惊人的128TB 和理论最高传输速度相关的 就是SD卡的总线区别 最直观的 就是可以从SD卡的金属触点形状看出 早期的标准 HIGH SPEED可以达到最高每秒25Mbps的速度 后来新的标准称为于HS1,2,3 于HS1提供了更快的速度 达到了每秒104Mbps 而于HS2和3使用的是两排出点 速度来到了312Mbps和624Mbps 2018年为了跟上新时代的步伐 SD协会也增加了最新的总线标准 把第二排出点改成了PCR1协议 这种新的总线标准称为SD Express SD8.0标准中支持到了PCR1 4.0双通道 整体的理论最高速度也达到了每秒3940Mbps 目前主流的SD和MicroSD卡 几乎都是使用统一的物理规格 所以一般情况下插槽都是互相兼容的 并且可以混用 这点和CF家族的发展是有很大区别的 CF的发展中除了XQD和CF Experience Type B型 可以直接混用外几乎都无法直接兼容 SD卡虽然向上向下都能兼容传输数据 但是速度是受制于规格标准较低一方的限制的 比如于HS23卡在只有于SH1的设备上运行 那么速度只有于HS1的理论最高速度 也就是每秒104Mbps 这个时候的记忆卡速度可以说是降级了 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SD Express 它除了使用同样规格为SD Express的读写设备外 只能最高达到于HS1的速度 原因是SD Express第二排触点被改成了使用PCIe协议 所以无论是于HS1 2 3的读卡器或者机器 只能用上第一排触点 也就是每秒104Mbps 总的来说与Compact Flash发展相比 SD最具优势的还是其强大的前后兼容性和小巧的身材 不同年代和不同标准的SD卡和卡槽往往都能兼容 只是会影响其速度 比起CF卡系列升级换代要灭门 还有额外购置读卡器来说 SD卡更可以做到无痛升级 而反观CF家族 体积虽然大部分信号较大 但是其性能和容量也通常在同时带幼于SD卡 大致了解CF和SD两大家族的发展后 我们大概知道了主流的几种存储卡类型 现在市面上很多产品也有许多参数标准印在存储卡的包装上 CF和SD两个家族在参数和标准上也有许多相似性 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有什么参数 以及这些参数代表了什么 在讨论传输速度和存储大小时 我们常常需要谈论到具体的数字 但是这时候往往有一个可能令大家误解的单位 会干扰到大家的计算 那就是字节和比特 一个字节byte 换算的时候也是以8倍来进行计算的 数据传输包括网络上传下载或者流媒体等 往往以比特这种最小单位来计算 因为数据传输在很多时候是零碎乱续的传达到不同设备 然后再拼接成有序的数据 而文件或者存储设备 往往用的是字节为单位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标准字符 比如任意一个英文字母 通常占一个字节 如400兆比特每秒马力的视频 需要的速度也可以换存成50兆字节每秒 存储卡上最显眼的 一般就是多少每秒的传输速度标志 有的会标注读取和写入速度 也有的只标注了读取速度 一种速度计量单位就是我们熟悉的每秒字节 而另一种会标明速度是多少多少x 也就是多少多少倍数 雷克沙这家公司 对这种数据表达方式挺有独钟 几乎每种卡都会用明显的字号标出这个数值 这个倍数其实是基于当年光盘驱动器的速度 也就是0.15兆字节每秒 所以写多少x比写多少兆字节每秒 数字会更大更能吸引消费者 值得注意的是 往往读取速度是要比写入速度快不少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只标一种速度的话 通常采用的是读取速度 并且这个速度通常是理想状态下能达到的最高速度 并不意味着这种速度能持续稳定的保持 那么厂商只给了消费者理论速度 那怎么知道我买的卡能不能稳定录制视频呢 如果两种卡的标称一样 但是买来一个拍视频调真而另一个不会 那便很容易产生选购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呢 其实CF和SD两个协会已经有定制过标准 主要也是为了能够定义存储卡视频稳定拍摄的性能 CF这边的标准名字直接叫 Video Performance Guarantee Logo采用的也是长期版的标志 SD的标准用的Logo则是简单的一个V字 这个标准叫做Video Speed Class 两家的标准后面都会跟着一个数字 代表了最低连续写入速度 比如30代表最低连续写入30兆字节每秒 V60就是60兆字节每秒 并且Video Speed Class还有两个可以算作前身的标准 一个为UHS Speed Class 图标为U里面加上数字1或者3 分别代表最低连续读写10和30兆字节每秒 另一个更早的标准叫做Speed Class 图标为C里面加上数字 最高为Class 10 代表10兆字节每秒的稳定读写速度 最低为Class 2 代表每秒2兆字节 这三种标准目前都在SD卡的包装上很常见 但是通常警察看最新的标准 Video Speed Class即可 现在还在包装上保留着前面两种标志的原因 我猜想主要还是因为为了照顾以前设备说明书上的标志 如果消费者仅按照以前的标准寻找合适的存储卡 也能找到对应的商品 介绍了上面的参数后 相信我们都对这些卡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么在挑写存储卡上 我也给大家分享了几个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不差钱 当然可以直接选用市面上速度最快 容量最大的卡 但是大部分的用户肯定还是讲究性价比的 知道如何选择对应自己机器读写性能 和自己需求的存储卡 就是一个难题了 首先是买卡的速度需求 对于照片来说 主要缺别还是在于连续拍照的速度和缓存能力 如果不追求很高规格的连拍性能 主流的存储卡便足够 而对于拍摄视频而言 要看拍摄录制的事实有多少码率 如果是400兆比特每秒码率的视频 需要稳定写入速度至少是50兆字节每秒 也就是每秒稳定60兆字节写入的B60等级的卡 就可以满足其录制需求 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法 就是可以查看设备的说明书 说明书通常会写哪些功能 最低需要什么档次的标准 其次在存储卡大小的选择上 也不用一味追求一步到位 通常能满足正常单次拍摄即可 养成拍摄完毕就备份数据 在开始新的拍摄前格式化存储卡的习惯 最后就是读卡器的选择 尽量选用质量合格速度能和存储卡匹配的读卡器 如果用USB2.0的读卡器 那么实际传输可能只有4兆字节每秒 而如果使用USB3.0或者以上规格 那将可能提高几倍的数据转移速度 当然也别忘了确认电脑端USB接口的速度是多少 不要让电脑端的速度成为了限制 以我的经验来说 一个好的读卡器对于拍摄流程中的效率和体验提升 都是非常大的 各大公司联合建立的SD和CF协会 在这几十年来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标准 这也使得消费机相机不仅能够得到越来越好的画质 更多的连拍速度 同时也使得普通消费者能够体验更多功能 比如超慢速视频拍摄 VR视频拍摄 这些功能给消费者们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 也是一种全新捕获直接的方式 我们所拍摄的静态照片 动态视频 已经成为了流程记忆的重要媒介 这种全新的拍摄方式带给我们的 不只是简单的传说速度和容量的数字变化 更是获为我们体验世界的延伸 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我相信随着相机存储卡和其他技术的共同进步 存储媒介 这种量变最终将给我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质变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些科技进步再给我们的惊喜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 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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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